雪中汗刀行剧版中人物人设方面有一些改变,比如剑九黄在原著中岁数较大,比较木讷,并且缺了一颗牙,但是在剧版中老黄化就比较多,还不缺牙。 还有人图徐霄,是一个瘸子,他最在意的就是别人说他腿瘸,在剧版中也曾说过他轻微的有些瘸,但是完全没有显现出来。 但是剧版选角方面还是有一定思考的,每个演员都把角色演出了新的感觉。 这期讲的就是出场不多,却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陈之豹。 他对徐霄可以说是忠心耿耿,但是在徐霄死后,徐凤年掌权他第一个离开北梁,举起了反旗。 陈之豹喜欢徐卫雄,徐卫雄死是身份曝光。 陈之豹可以是雪中汗刀行中称不上反派的反派,因为他一直站在主角徐凤年的对立面。 前期的时候,徐凤年为了不被朝廷所忌惮,一直和徐霄合伙演戏,把自己打造成一个顽固子弟,不学无术,沉迷花柳,为了不娶公主,去朝廷作为人质,甚至在外就带一个马夫老黄游历三年。 每个人的印象之中,徐凤年都是担不起北梁王之位的,可是偏偏就这样一个世子,却自带主角光环,不仅在毫无武功的情况下,让剑九皇,楚狂奴愿意保护他,王仲楼甚至把一生的绝血大黄庭无条件地传给他,而自己最信任的义父徐霄还苦心为徐凤年布局二十年。 这些对于陈之豹来说,毫不嫉妒,但是唯有一件事情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,那就是自己一直心爱的姑娘。 徐凤年的二姐只不过是安排在徐凤年身边的死士,只要徐凤年亦有危险,徐卫雄一定舍命相救。 徐霄死,陈之豹反。 陈之豹对于大梁的忠心是毋庸置疑的,不过他只忠心于两个人,一个是义父徐霄,一个是义母无素, 而自己生父和义母的死都与朝廷相关,于是在他心中早已埋下仇恨的种子,早晚有一天要推翻这个朝廷。 徐霄从未有过推翻朝廷,自己当皇帝的打算,陈之豹一心想拥护徐霄称帝,但是看到义父的态度,徐霄绝不可能反黎阳, 所以他也不愿意现意赋予不义,这个坏人只能自己去做。 徐霄死后,他非常希望自己能成为新的北梁王, 那么他将带领北梁直接反了黎阳,而徐霄死后,恰恰是他最看不上的徐凤年继承了王位,成为新的北梁王。 徐凤年和徐霄想法一样,都无意成为皇帝。 陈之豹无奈只能一人一杆枪独自离开北梁,成为蜀王,这也让世人误会他与北莽勾结。 走到半路遭遇劫杀,劫杀之人正是自己心爱的姑娘徐卫雄,原来徐霄对他早已有了顾忌,自己最尊敬的义父和自己最爱的姑娘全都早已抛弃了他,一心一意指支持徐凤年。 这次截杀,徐卫雄差点死在陈之豹手中,陈之豹认为徐卫雄本就是死士,如果能死在他手中,好过以后在保护徐凤年的时候死于非命,并且陈之豹要去蜀国当蜀王,即使徐卫雄死了,自己也会把他尸体带到蜀国去当王后,他对徐卫雄的感情用情置身。 陈之豹本就不是将命,而是亡命,但是为了给徐霄和吴素报恩,一直屈居人下,空有一身能耐却无处施展,成了蜀王以后,在最后也没能推翻黎阳,如果徐凤年能举兵反黎阳,他一定会辅佐徐凤年,一直对徐凤年怒气不争而感到悲哀。 陈之豹在书中前期一直是一个有亮点的人物,后期没有重点展现他,这么有才能的人,最后结局也没激起多少水花,一事无成。